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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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勇Sir 你有没有 我的趣事就是在中一迎生日那天 我第一次见同学仔 当中玩了个游戏叫大电视 当中有个题目 同学把我的样子画出来 我觉得这件事很有趣 我第一次见他们 我还图了这幅画 和同学一起拍一张照片 Misname 你呢? 嗯 说到趣事呢 我也不知道对于大家来说是否趣 不过就是我和2D班 一些共鸣之下的少少笑过的片段 话说要教他们一个人文描写的方法 说起一些间接描写 可能他人的反应 都可以突显到 我们要描写主角的特征 那时我说起这件事 就是要怎样写一个很兇的老师呢 同学就说 应该是他每一次经过 同学都会立即掉头走 这个时候班线外面就有个同学跑过了 所以全班都笑我一个很兇的老师 不过他们就知道不是真相 这些困难都大大一点 都是日常那些东西 比如可能又不知道 其实那个官簿是怎样的 影印又要怎样做 我都觉得口在路边 我也很感谢我身边的同事 都很帮忙的 我每次都是问他们 他们很快会告诉我 还有都很主动去帮我手的 那我的困难 我觉得是做班主任的 那本科 中文科 我们比较 比较 轻就熟一些 但是班主任的事 很多很琐碎的事 特别 我今年做中一的班主任 除了要收回调之外 都要帮同学 可能去适应一下中学的生活 解答他一些平时 可能很日常很基本的问题 那这个也是很考我的耐性 以及如何应变 那我的解决方法 就是多些去请教我的partner 亦都是请教其他 那么多位的同事 去解决问题 我想亦施亦有 是的 我想其实同学都很乖 但是我们都要讲规矩 因为要上课的时候 都有规有矩 先管后教 所以我也觉得 在上课的时候 就是一个严肆会多些 但是比如小试 课课 我们都可以谈一下 生活之日常 那就可以变成朋友了 嗯 我都很认同Ms. Wong 你所说的 我都很觉得是亦施亦有的关系 上课的时候 我不介意 讲课文的时候 可能轻松一点 讲一下笑 或者讲一下自己的生活点定 但是去到一些严肃的事 例如是 功课 或者是测验考试 或者老师都要一个 比较严肃的态度 去处理他们的问题 如果不交功课 就要有适当的懲罰 之类 嗯 那当然也很同意 两位老师所说 我想 在我们自己 可能做老师的经历里面 或者在成长里面 都遇到很多 亦施亦有的老师 我想就是 我们经常都会 在同一个班房上相处 确实是会建立到 很深厚的 就是有而一般的关系 但是 老师确实也是一个 帮助同学仔 有效学习 能够在他很累的时候 都仍然可以 在那个位置 做适当的事 所以老师始终 都会有严的一面 那我观察 这个亦施亦有的情况 都是在黄芬南那里 是很容易找到的 我想我们三个 都应该是读中文科的 是的 我们大学里面 都是主修中文 其实这一科很好 我自己觉得 中文科 其实是一个工具 让我们认识世界 因为懂了中文之后 你可以看很多很多的书 这样就认识世界了 所以中三个同学 我都劝你 比如你也是有心去选中文 或者其他 你想心仪的科目 你也是要有三心两意的 就是要细心 要真心喜欢那科 也有耐性 耐心 去找一下那科 是否真的适合自己 那两意就是说要 要中意那科 而且也是含乎你自己心仪的 那我想我自己的话 可能就用一个心 来去总结刚才我们所说的 我觉得是留心 就是除了我们要留心自己的兴趣 也都要留心就是 你想走的那个目标 方向究竟需要些什么 很多时候我们可能 立定了这个目标 但可能我们看漏了 那差了一块puzzle 那到时怎么办呢 所以留心是很重要的 那我觉得另一个留心就是 你都要去留意自己的能力 兴趣 那我虽然都是读中文的 那但是呢 其实在我中三真是检科最重要的时间 我是很想做一个医生的 因为当时呢 电视剧就是有一个很有型的医生 那我就很想 那但是呢 我真的不是理科的材料来的 那去到教教的那些检科表呢 究竟双科好 因为我以前没有接触过双科 那理科又很想做医生 那但是文科又似乎是我比较擅长 我又喜欢的 那最后就 就真的鼓起勇气 就读文科 那最后发现是适合的 那所以我觉得慢慢我又再留心到 原来我是很喜欢文学的 原来我是甚至乎 想和别人分享这个语言的乐趣 那我就成为了一个中文老师 所以这个留心 是可能由你观察自己 到你观察学科需要的东西 一直一直都要带着的心力 相信大家听完老师的分享之后 会对这么多的老师 会有更加深的认识 如果大家还想了解他们多些 不妨可以去找他们聊天 今天的访问到此为止 而我们会继续向各位新老师 进行访问 如果各位同学有兴趣的话 不妨密切留意 校园电视台的影片 语言彼